蔚来汽车交付9.1万辆痛失第一宝座 智能驾驶得分率 仅21.8%垫底测试车型 贵小李一直是我汽车最具代表的三家造车新势力 但蔚来汽车的江湖地位已不保 近日 蔚来汽车发布数据显示 2021年全年交付9.14万辆 同比增长109.1% 而小鹏汽车全年交付9.82万辆 霸增275.2% 因此 蔚来汽车痛失造车新势力第一宝座 不仅如此 近日 中系中心发布的针对智能辅助驾驶的测评数据显示 被调查的6款市场热销车型中 蔚来EC6运动版2020款智能驾驶总体得分率 仅为21.8% 远远落后于其他车型 在侧方位停车测试中 蔚来EC6车型 在识别准不准的一项中得分率为零 直白说 就是根本停不进去 蔚来汽车长期稳坐 新能源汽车造车新势力头把交易 却在2021年被赶超 近日 接近160% 联系七年位居全球第一 与整体行业相比 蔚来汽车明显扯了后腿 蔚小李一直被相提并论 2021年 小鹏汽车交付9.82万辆 同比增长275.2% 理想汽车交付9.05万辆 同比增长177.4% 由此 蔚来汽车痛失造车新势力销量第一宝座 实际上 在2021年7月 作为长期雄具国内新势力车企销灌的蔚来汽车 销量就跌到第三名 仅交付7931辆汽车 同期 理想汽车交付8589辆 居于榜首 小鹏汽车交付8040辆 贵列第二 2021年10月 蔚来汽车共交付新车3667台 在国内造车新势力中跌至义务 对于交付量下降的原因 蔚来官方也进行了详细说明 因部分生产线升级和预备新产品推出 10月销量有所下降 10月 江淮蔚蔚来合肥先进制造基地生产线 完成阶段性改造 10月下旬起 合肥先进制造基地已逐步恢复生产 蔚来汽车发布的截至9月30日的2021年 第三季度财报显示 公司第三季度总营收为98.053亿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 增长116.6% 与上一季度相比 增长16.1% 净亏损8.353亿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 收窄20.2% 与上一季度相比 扩大42.3%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亏损为 28.589亿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 扩大140.7% 与上一季度相比 扩大333.6% 与此同时 蔚来整车毛利率环比出现一定程度下滑 台报显示 蔚来汽车三季度销售收入为86.37亿元 同比增长102.4% 整车销售毛利率为18% 综合毛利率为20.3% 作为参考 蔚来汽车第二季度整车销售毛利率为20.3% 综合毛利率为18.6% 蔚来汽车在财报称 与去年第三季度相比 公司汽车毛利率增长主要是由较高的平均销售价格 及较低的材料成本推动 但环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车辆购置补贴利率融资增加 导致车辆收入减少和工具折旧成本增加 近日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发布的针对智能辅助驾驶的测评数据显示 被调查的特斯拉Model 3 蔚来EC6和EV小鹏P7 宝马X3和哪吒U Pro等六款市场 热销车型的智能驾驶平均 得分率为67.2% 总体表现欠佳 其中被蔚来汽车称之为 风华正貌的智能电动轿跑车型 蔚来EC6运动版2020款 其智能驾驶总体得分率 仅为21.8% 远远落后于其他车型 作为自动驾驶技术的一个重要指标 智能驾车是消费市场关注度较高的一项 此次中细中心的测试 选取日常驾车环境常见场景进行评价 覆盖水平 垂直和斜向不同的车位形状 空间车位 跨线车位等不同的车位构造方式 具体看 其考察标准可归纳为4个不识别准不准 停车快不快 停车歪不歪 停车偏不偏 未来EC6车型在空间车位泊车测试中 得分率不足5成 位居测评榜单最末位 其中 在侧方位停车测试中 未来EC6车型在识别准不准的一项中得分率为0 直白说 就是根本停不进去 中系中心测评技术管理部部长周伯雅表示 目前车辆对于单车道跟随和弯道处理尚可 但对于危险场景识别能力不足 客观来说 市场上主流智能汽车距离稳健 可靠的R2级别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调查发现 市场上部分车型消费者 需额外购买软件智能选装包 才能获取具备完整的辅助驾驶功能 换句话说 消费者购买相关车型后 若选择不购买选装包 就无法完全体验到车企宣传时的自动驾驶能力 而消费者购买未来EC6车型 需额外花费3.9万元 相当于整车售价的10% 才能获得智能辅助驾驶选装包 否则会极大影响车辆的自动驾驶能力 中汽中心测评显示 未来EC6若不安装选装包 其出厂裸车的智能驾驶总体得分率 仅为21.8% 而安装后的智能驾驶总体得分率 提升至78.7% 提升幅度达56.9% 差异化十分明显 此外 特斯拉猫的三车型需花费6.4万元 才可获得包括自动驳车 自动辅助变道等能力的提升 周伯雅认为 实际测试表明 部分搭载R2级别自动驾驶技术的车辆 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这就意味着 下一步智能汽车需提升的内容较多 只有可靠的自动驾驶能力 才能让自动驾驶适应更多使用场景 此外 周伯雅提醒 汽车企业在宣传自身车辆自动驾驶技术时 应以适度客观负责任的态度传递间隙 以免误导消费者 避免应对车辆理解存在偏差导致事故发生